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最近啊 这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还没结束 两国这个展开谈判嘛 那因为这谈判条件差的太大 所以就没达成一致 看来这未来啊 可能还会接着打 那咱们看这场战争啊 从爆发到现在 绝大部分都是陆军在打 海军最大的动静就是 那俄罗斯黑海舰队占领一个 12名乌克兰海军士兵驻守的蛇岛 这两国的海军可谓是同根同源 都来自苏联黑海舰队 他们当初是怎么分的家 那现在各自的情况又怎么样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黑海舰队的历史啊 要比苏联还久远 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彼得大帝时期 他向南扩张 到黑海寻找出海口就成立了一支舰队 1783年 俄国吞并克里米亚韩国 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塞巴斯托波尔 兴建军事基地 在原来的那支舰队的基础上 又正式组建了黑海舰队 在这之后啊 每次这个什么俄土战争里边 黑海舰队次次不落 担任攻打土耳其的先锋 不过他们这水平欺负土耳其人还可以啊 你要换上这个更强的对手就歇菜了 基本上每次啊 这俄国跟列强打四仗 黑海舰队就得全军覆没一回 1855年 克里米亚战争 黑海舰队一听 英法联军要来 第一时间自陈了所有的军舰 依托这暗防要塞跟敌人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德军攻占克里米亚半岛 黑海舰队一部分被德国人俘虏 一部分又自陈了 这是他第二次覆灭 那二战里也是损失惨重啊 老家塞巴斯托波尔失守 舰队损失大半 这水兵没有自己的军舰 只能是上岸当步兵士 海军陆战队啊 所以你看那个 每一次那个啥啊 就是你看俄罗斯历史上的 所有优秀的这个海军将领 都跟什么英国美国不一样 因为包括法国什么西班牙 这些国家都是啊 他历史上有有有什么有名的海军将领 什么纳尔逊啊啊 什么那个什么艾森豪威尔啊 尼米兹啊都是哈尔西 这他们都是 我打过哪场仗啊 我建立了多大的功勋啊 我就是我歼灭了多少敌人 对吧 那你看俄罗斯这些人 他们干了啥 他们主要的功勋是 哎呦 我重建了俄罗斯的海军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二战结束之后 欧洲分成两大阵营 黑海舰队是能在最短时间内到达西欧的水面兵力 所以这冷战时期啊 苏联在黑海舰队上下足了功夫 二战之后 意大利赔偿给苏联一艘战列舰 这就部署在黑海 苏联最早那两艘直升机航母 莫斯科号列宁格勒号 也是列装给黑海舰队 到苏联解体前夕 舰队有将近800艘舰艇 其中包括现在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 库子聂佐夫号 这实力啊 超过了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 既然实力这么强 因此在苏联解体之际 舰队也就被俄罗斯和乌克兰盯上 希望都希望让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为己所用 1991年8月 乌克兰宣布独立 由于这个黑海舰队的驻地 塞瓦斯托波尔 他在乌克兰境内 乌克兰呢 就以此为由 希望得到舰队的所有权 11月 这总统克拉夫丘克 跟这个舰队里边最大的那艘军舰 那库子聂索夫号航母 发去一封电报 你的这个产权 归乌克兰所有 不经过我允许 不得离开军港半部 那俄罗斯啊 他也想把舰队控制在自己手里 所以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不断以苏联的名义 不停的把这个黑海舰队的军舰呢 调走 调到自己能控制呢 这个北方舰队 波罗的海舰队这个序列里 库子聂索夫号 自然呢 也得想办法留住 11月23号半夜 军舰在只有三分之一 值班人员的情况之下 趁着夜色逃走 跑到北方舰队驻地 他在这个绕过大西洋的时候 还撞上了美国的第六舰队 美国人当时正在演习啊 就是如何攻击苏联航母 没想到 真家伙来了 又惊又喜啊 赶紧是把所有能派出去飞机 都派出去 观察这舰载机超低空掠过 库子聂索夫那航母的甲板 然后往那个他那航线上 扔声纳浮标 甚至还有这直升机 超低空悬停 就我要看啊 你这航空母舰 你机库里边长啥样 这在军事上 那真是赤裸裸的羞辱 等于说是你家大门开着 别人这大摇大摆的进来 换个圈 连这个卧室厨房厕所都看完了 然后又大摇大摆的走了 面对美国人的羞辱 但这苏联航母 它是一点反击的手段都没有 因为大部分水平都不在嘛 而且也没有舰载战斗机 只能放飞两架直升机进行护航 这两架直升机是反潜用的啊 真要是跟什么那个 那美国飞机打的话 这打他们新手担来 那好在啊 这个时候这北方舰队派来的军舰 及时赶到 库兹聂索夫才避免了被继续羞辱的尴尬 但也是因为这次逃跑 航空母舰跑坏了锅炉 北方舰队没有配套的什么航母维修基地 所以那些毛病啊 只能勉强凑合着 你看这些年 这这库兹聂索夫动不动就趴窝 然后一出门 哎呦那个黑烟冒的是吧 就孙长老收了神通吧那种黑烟 这都是因为当年你跑的时候留下了病根 库兹聂索夫跑了不到一个月 苏联就宣布解体 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都在舰队上不可让步 于是啊这1992年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 跟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说呢暂时搁置争议 黑海舰队成为联合舰队两国共同指挥 具体怎么分家 三年之后再说 这件事其实你越往后拖 对乌克兰越不利 因为苏联解体的时候 乌克兰欠了俄罗斯30多亿的外债 没法还 乌克兰只要一提分舰队 一提这个事 那俄罗斯就用外债逼乌克兰给他们施加压力 最后呢 乌克兰是只能在分割问题上做出妥协 商量的结果是俄罗斯继承舰队的80% 乌克兰继承20% 那军舰是分完了 海军基地怎么办 自打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几乎是丧失了所有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不能再失去塞瓦斯托波尔了 这是他们南下中东 地中海 印度洋 最便捷 也是设施最完备的不动港 战略意义呢 无可取代呀 所以呢 俄罗斯是塞瓦斯托波尔 是乌克兰的塞瓦斯托波尔 为自己的禁卵 要 要求啊 我单独使用这个基地 不让乌克兰把海军司令部设在这 但乌克兰立场那也非常强硬啊 这是我的领土 这是我的内政 对吧 我愿意把司令部放在哪就放在哪 我凭什么听你的 而且那我万一走了之后 你在这无法无天啊 把克里米亚变成自己的领土 怎么办 对吧 过踏之策 我不容你在这酣睡 于是呢 两国这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扯皮 最终决定97年啊 共用基地 俄罗斯每年给将近一亿美元的地租 租期是20年 当年这俄罗斯还考虑过 那万一这租期到了 是吧 房东不跟我须约怎么办 为了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俄罗斯的办法是强行占领 2014年 趁着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危机 就强占克里米亚 自此呢 这租客成了房主 这件事也是乌克兰近些年悲剧的源头 那话说回来 完成了分家之后 因为经济原因 这两国舰队啊 日子过得都挺紧 俄罗斯黑海舰队 只有一艘服役40年的 莫斯科号巡洋舰 撑门面 那艘军舰 现在就是个空壳子 因为跟他配套的反舰导弹 退役了 就是你看那艘军舰的时候 他两个腰上 哎呦 两排发射筒 威风淋漓 那实际上那筒子里是空的 里边啥都没有 这就相当于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 爆了把空枪 那除了他 舰队里就剩了几艘护卫舰了 前年唯一的驱逐舰 卡辛吉瑞利号 刚刚退役 那老家伙 好家伙 服役了50多年 属于是军舰里的活化石 霸王龙 乌克兰呢 情况也不怎么样 海军新装备只是一些这个百十来吨的导弹艇 那肯定跟黑海舰队跟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是没法比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这样 这蛇岛上那几个海军士兵还敢冲着俄国人喊话 做出抵抗 相反 这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他坐拥实力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没有组织任何一场登陆作战 勇气 且不如那蛇岛十三勇士 那就更不用说别的了 好了 关于苏联黑海舰队分家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